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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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今天就提供我写的原始大家是跟共有比较关的 实际上呢 这是一款玩笑的手工具 它可以服务在共有比较 当然也可以一起服务 它是方便大家更好的去服务 我说 这样的情况吗 我觉得这种比较强 没关系 我比较喜欢 比较喜欢人少和调查 是一个人在分享的过程中 让大家可以出门 讨论 然后对问题 讨论 也最好 我现在解释一下 林三层的主要是什么样的东西 最早的你们称的来源 我们有个电影《大陆翻译成道路空间》 我们其实是希望 你使用Masica的时候 比较能够保护想要做的东西 然后比较好的时候 我有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这一盘手机叫Huawei Mate 10,比较精致 但是很多人用手机的时候,可能会在手机外面加一个读作的卡, 这有什么区别呢? 比方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家在这地方几个岁了, 或者说我有一个兼顺的东西划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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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种。 其实Maseco也是一样,Maseco是一个比较, 跨展中间算是一个比较好一个软件,对不对? 然后呢,大家要使用这个软件,你可以直接去使用, 但也可以说在使用这个Maseco这款图片的时候, 在外面加上它的保护,以便我们更好处理, 以便在使用Maseco当中,能够帮助我们屏蔽一些危险的操作, 帮助我们做一些更自动化的,或者更便利的一些东西。 OK,原划屏蔽,就是在这个情况下, 他做的工作就是说, 像当于在我们Maseco外围做一程序, 我们所有的这些图片,各的操作, 我们希望中国这个系统, 这系统能够规避我们的一些问题。 然后这样的话,我举例子, 某个人叫阿菲特的表,他写个V2条件, 结果一不小心V2条件写错了, 然后,本来想阿菲特的两行, 结果可能全部改掉,出费。 那这种问题,有可能是不可迷捕的一个, 那么,两个系统的别系统都平静掉, 都能够讲到。 所以这事就能处理解释。 然后这个呢, 我在这会讲到说, 您的一些情况。 这里有我的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北京, 然后长期在互联网工作, 曾经工作过, 人人网和其他人网。 我在北京那边, 就整个大陆做了一个公共网络军部队。 是一个在整个公共网络军内, 比较大的一个社区。 我们也曾经来过台北两次, 做过我们受到阿菲特的邀请, 然后在台北天大学那边, 做过两次社区活动。 同时, 我后来也发起了一个天空中文坦堂, 来讨论各种。 开源不过的使用, 一些经验, 一些总结。 我们今年的, 二零八年的九月七号的八号, 在北京也有一个, 露得亚和大会。 其中一个很著名的一个, 一个匹配环节, 露得亚露林剑。 我找了六个, 马西科的专业人员, 和六个, 故事国内的专业人员。 然后分不同的题目, 让大家来看看, 两边的两个专业做VTD, 做一个组织。 然后我也写了本书, 《网维命内餐》, 这个是监禁中版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 里面写的内容。 当然, 马西科官方也给我了一个荣誉, 就是那个Ace Direct。 这次我能来到台北, 参加这个活动, 也是要感谢, 要感谢Oragon, 对于Ace Direct的支部, 然后我才能申请来到这儿。 OK, 我自己也是在二零半年初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公司叫, 《网维命内餐》, 然后希望在数据库, 特别是马西科学域里, 希望更多的做些工作。 然后呢, 关于OrableAce呢, 我不知道这边, 有个人会不会知道, 这是Orable对于数据库做贡献的一个容易性的奖励, 或者容易性的一个认定, 然後它分為三個組織 一個是Oracle-Ace的作品 還是叫Oracle-Ace 它是一個推薦和評選 在全球應該是人數都比較少 而作為有些選擇 其實我認為我自己是Ace-Briest 我也會推薦 但是去依靠官方來評選 這個是我們每次作為Ace-Briest的身份 然後去演講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便宜推寶 全球在經歷Masico的Ace-Briest 在全球應該是有六個 所以現在還是推薦 歡迎大家多去了解Masico 然後多去傳播 然後多去推寶 然後一塊加入Ace-Briest 然後共同辦法收入 我來說一下整個計畫之行 剛才我說了 可能是你可以認為它是一個手機殼 或者手機殼 或者手機殼 到底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它有什麼必要性呢 我分成這個幾點 一個是數據庫操作的安全 剛才我托到 說有可能是有一個操作 不小心 我要體驗寫錯了 或者不小心裝備一個Data Base 比方說我們的線量裡面 這有HC的功能 可能是昨天寫的Data Base 不小心按那個 像上的鍵 翻過來一個Data Base 叫鏡片 按了回事 然後就裝備了 類似這樣的特復 那還有規範 還有規範性 就是我們創建表 創建資段 對數據庫的一些增壓的一些東西 或者是一些追考 那麼我們希望它有一個規範 你不要隨意地去做這些工程 這樣的話可能會導致你的數據庫 帶來性能的損失 或者是數據庫的問題的發生 並且比方說另外一個4個功能 假如我們是一個企業 我們建表的時候 需要我們對面的資料有注釋 用注釋 注釋好的話 就意味著 你這個企業的能量分別 或者你會交接的時候 這就是表的含意很清楚 但我們這裡面就要求說 你建表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注釋 沒有注釋你就不能建 就這樣的一些規範 其實說大不大 但是稅庫也都行 不過有不有 更好去審數庫 另外還有審核審計 就是我們對一個數據庫的數據 做了什麼更新 或者做了什麼刪除 我們最好是能知道 一個請求是哪個人提出來的 哪個人審批的 什麼時候執行的 就這樣的規範 不管是審計還是審核 比方便說我們這個企業能有個規範 我們更好去審核 對吧 然後另外呢 我說我的大的標題 日圓時代的審核選擇 那麼我是這樣理解的 就是在公有瑜的時代 不管你是使用的是AWS RDS 還是大陸的 比方說Ali Cloud 或者是Ada Cloud 因為公有瑜 或者是Aura Cloud 現在Aura也就是了 Data Base的Cloud 而且做得很專業 對於使用工作人員的用途 工作人員的提到說 你用我的工作人員 我會給你做書記簿的基礎的建設 OK 你可能就不需要特別專業的 BBA人員和書記簿 了解的人員來使用我這個雲 對不對 有些企業 上雲的目的 也是覺得 唉 我這個可能最方便的人才 我就能儲備 那我使用工作人員提供的基礎設施 就可以把這些事情做好啊 但是呢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沒有特別專業的人員 那麼我們對於公務員上的 速度的操作 要不要規範 要不要 要不要做更多事 基本上 或者要不要更嚴格的 去標準做正確的事情 如果不是 你自己沒有技術人員 突然發現有問題了 你等待公務員的想法去關於解決問題 其實可能效率更差更慢 反而你先把自己的預訪工作做好 不是通過自己的人員 而是通過工具做好 這樣的話 才能讓你更好的去使用公務員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層次上 這樣的話 對於數據庫防範性質 或者對數據庫更好使用的工具 更適合在公務員上去使用 當然了 這個工具其實可以 在intrl上下載 然後自己在自己的層次上也可以用的 都沒有問題 OK 我們說到審核 那麼我們來列舉一下 之前 假設了數據庫變更的話 有多少種審核方法 當然了 一種就不審核 某個人想進展出去 就悄悄的登上數據庫庫庫 然後做了執行 那這個時候其實是最有風險的 我們的數據 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變更了 這個其實對一個企業來說 是要經濟必滿的 那麼 如果是需要審核的話 那必有幾種 那一種就是最原始的 人肉法 我需要做什麼動作 我先發個Kmail給某個例子 說某個BBA 你看一看我寫的對不對 然後他說 沒問題 OK 那蔡花說這個有問題 他在report了一個郵件 說你有問題 你需要改一下 那你發現說 改完之後你再給他說 我有沒有問題 他說你還有問題 你再改一下 可能我們的郵件 同樣都會落一個床樓 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對吧 這樣你會看到 效率特別低下 而且呢 通過人工的選擇 你會發現某一個人假 他看一個序述的寫法 他認為這個沒問題 但是看到已的時候 你認為我的準則跟假不一樣 我認為你就有問題 比方說這個字段 有的人需要鬧得鬧 有的人認為鬧得也可以 那這樣準則就不一樣了 大家對一個低低的判判人員來說 我健庫的時候到底用什麼 這個他自己就有點懵了 對不對 就是 效率主觀性都有問題 而且特別累 然後這種回覆了 回覆了 回覆了 那麼還有一種 我們可能做一些腳本 然後去 你比方說郵件 我可以把郵件的內容抽出來 或者是把一些問題去發行 類似叫 稍微 稍微 進化程度高一些 但是呢 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可能是沒法做的 比如說 對於一些 馬西哥的 語法的選擇 語意的選擇 你要認識 那個西哥語力怎麼寫的 這樣的東西 你可以寫一些判定腳本 寫一些 去做一些 幫助你做流程的東西 但是對於書記庫的 自己的質點 你就可能 比較難處理吧 那麼 然後呢 在這樣一個前提下 我們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工作 我們請人叫馬西哥的 或者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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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然後呢 讓他自動的去承擇 一個 提交的 你提交的 這個語句 他國際點擊的有什麼問題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可以對 馬西哥的語法 語意 性能 以操作的危險 以及自定義的一些規則 比方說我這個企業 我就是要求 我所有的 企業的 對書記庫的一件的表 我必须用小写字母,你不能用大写字母,或者是我必须是两个单词之间是中华线分割的,或者是下华线分割的。 因为这样的一些企业性的规范,也可以使得一不符合,你必须要打回去直接做。 当然这个打回去,你没有那样的机会了,而是自动的,我在页面上其实可能就是发消息就可以了。 这样一个工具呢,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开源的项目,然后放在电话里面。 到现在我们一旨应该有1600个星码,有很多人在用大陆,大陆那边应该有超过五百家的企业在手上的开源工具。 大家可以再用它这个地址,然后去网上去下载。 我接下来呢,可能会介绍两部分。 一个是这个开源项目的大陆,这一天的想法,和实验的想法原理,以及一些功能。 另外呢,我自己也能够求人做这个公司。 比如说在基于开源的项目做公司,一般情人要把开源项目做的更好, 或者是实验的更便利,然后也能追溯自己的产品。 当然,这些思路呢,都可以分享给大家。 这个自己也可以,按照我的思路,时间以后自己能够做可以的。 OK。 那我们几节呢,说几节的细节。 哦,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随时。 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们要涉及一款自动化的,对于数据库做防护性的工具。 那么有几点要考虑的。 一个是至少你得认识社会领域。 否则的话你就没办法对社会领域审核,对不对? 认识社会领域有两种。 一种是你自己去解析社会领域,然后按照社会领域法去写信。 这是一种最普通的造法。 一内一介在一起有一些这样的工具。 那另外一种更简单的作法。 我不是自己去解析,我是借用马赛克的原码。 马赛克的原码不管是,它能把马赛克的有法, 监管把这个版本都是你任务的,对不对? 无非是可能这个版本是5.0的,另外一个版本是6.0,或者8.0的。 我们登陆就说,对于创版本是这样的,我们也有办法。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我可以去做到,如果我以前的操作服务库是按任务的方法, 把所有纸杖、维持杖、号码,或者是这样一种习惯性的连接来写。 这样的工具,某也希望能有这样的工具。 所以呢,要支持原来的马赛克的接口, 主编于我们编程的时候,不太好。 或者是提交警察率不太好。 这样的话,这种方便大家去使用。 可以说,我们最好是能做到,对所有的创版人员, 这个工具使用没有任何成本。 我以前只要他会使用马赛克,也可以使用这个工具。 那,基于这样的考虑的话,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工具。 我们看到的是说,我们看到的是说,这一块,这一块是一个, 最后原生的自己的工具文化,有什么技术。 我们才按照建篮之后,立法分析、努力分析、 努力计划生理的这些工具, 就在这一块很大的一个工具。 那么,如果是希望它变成一个输入有机制性的工具, 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很简单,我们把需要用的部分拿出来, 而做的是自己的码发,然后立法分析、努力分析。 这是最重要的一块,我们可以自己写代码去实现。 但是,也可以让让马赛克的原码把它拿出来, 一句话可以说出来,但是实际上要做的话, 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马赛克文代码, 如果你要去看的话,还是比较大时间的。 这块,我知道苏斌是专家, 就给大码发,把他知道一些的。 真的,真正的去想把它拿出来,用我自己所用, 其实还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很难,很多的困难。 OK,我们把这个克服掉之后, 在接近完,遇到有益之后, 那我们可以加入自己的什么规则, 这才是重点。 这个东西可以用两种方式实现, 就是一种你写的独立的server, 跟马赛克文没有任何关系。 或者是写的,就趴个印放进去, 然后紧接着就做点事情。 加到什么规则呢? 我们里面可能加了有上百条规则。 就刚才我说的, 大小姐的规则, 资责ID的规则, 一个表是不是要建主件案件的规则, 还有就是说, 像表说update的风险, 你把update,set, a等于什么,b等于什么, 中间的逗号写成and, 那可能结果是不一样的, 但是语法都对的, 语力也对的, 然后如果你忽略了这条的话, 就会变成, and就变成一个表达式, 然后算个例 a, update的提供出去了, 我把大家谈到这样的问题了。 那还有比方说, 我也在这个时候, 用一个数字性的区段, 去等于一个自飞性的区段, 可能你觉得能够所影, 他实际上应不到, 就做出了, 千秒差不到。 用这样的规则, 你知道那些有意犯的错误, 我们都可以大一点, 在这个选顺和发力。 在这个选顺和发力, 在这个选顺和发力。 在这个选顺和发力。 如果我们按照那个速度, 能呈现给大家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来使用的语法 我们先看下面的黑光影 你会看到说这样的语法 刚刚U的 刚刚Pathor的 刚刚Pathor 刚刚Enable可能不知道啊 然后刚刚Path 但是大部分是一样的 对不对 然后我加了一条什么 加了一条刚刚EnableChap 或者Pathor 那么我发现我套用了所有的什么 对不得承诺非凡 但它跟平安承诺是一样的 你就是加了一些变料 这个现在刚刚EnableChap的时候 它要执行审核的功能 来执行别的功能 那以后所有的 那我们其实还加入了一些什么 EssignmentMaticStart 然后下面是所有的模式 在这边开始执行了 然后这些其实是什么的 然后你创建一个表是这样的 然后Delete数据是这样的 然后对一块 你去块 然后进行审核 Commit的时候 开始转转 开始进行审核了 然后审核的结果 它会告诉你 是正确还是错误 或者证明的 在这里面解释 结果题是怎样的 这样一个东西 那它呢 自己呢 是作为一个Server来使用的 你可以把它独立的 安装同一个Server 或者Service 然后把你所需要的 审核的内容放进去 它会吐出来一个结果题 然后告诉你 是正确或者错误 你可以写中自动化也可以写中文工的 对 这个就比较提及的 有些这样的选项 其中呢 其中呢 上面的几个选项 一般程度是给我们的开发人员用的 就是开发人员用的 就是开发人员就可以做个资助式的 有需要DBA 或者是其他的充核人员参与的 就是几个选项 通过这些选项 连让你去然后发生一个 结果来解释 就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 跟刚刚才说的 人肉式的发油电相比 哎 这里就可以自己去下 没有问题了 然后另外呢 大家有一些 有一些操作的 操作的选项在这儿 比方说 最后一个 叫 等会我介绍到 我们这个工具 实际上 还有更可爱的功能 可以 让你做什么事情 可以说 你update十行数据 那么 我经过审核之后 可以把这十行数据 把两个位置的工具 直接划给Sero 让它去自动化的执行 在执行的过程中 帮你 你不如去登上证项 然后去抄命 然后去执行 它可以自动化的 执行完之后呢 它会发起的 使原来的数据 先备存掉 备存掉 然后呢 假设你执行完之后 你后悔了 我刚才执行了 有问题 不想再执行了 那我会自动的把 背后的东西转向回滚引去 你再把它回滚回来 那这样的话就是 从 从 审核执行 背后的工作 然后一条线拉下来 就非常方便的 帮助我们使用 使用完之后来 OK 这里列了一个 第三份的结果集 这个结果集的展现形式 和我们 它是一种 查询一个表 出来的结果集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以前怎么去 变一个结果集 现在还怎么 还怎么变一个结果集 只不过说 变变的时候 它的信息 每个人都自断 然后有任何信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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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出来 让大家可以去想一看 我回来提出 能力还比较多 漂亮了 作为一个 service 它其实支持 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 一些命令 都可以写在这里面 你只要不断的 控制这些参数 然后就可以实现 你想要的 比较 对付一个 好的 轻松的去执行它 不会有问题 然后有各种防复措施 都在这里面 一辣 对 我们有 我们在GitHub上 那个 掌描的那个 地址那儿 有一个 很清晰的介绍 各位有些人可以去看一看 当然 这些参数 除了说 除了说 有些可能是 除了有些是简单 还有些 大部分 是都可以 赛设 这里 我们也执行了 两个 一般的 GitHub GitHub上查看 还有一个 Site 然后 Site 让它动作来 去调整 这些 行为方式 或者是 对于 操作的 操作的 方法 就是跟 Faceto 自身的Barehouse 或者Sitehouse 都差不太多 另外 我刚才说了 我们如果是 Outlet 或者是 Auto 一个表格 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自动化的 不需要 人工干液的操作 这里面就有 很大的问题 问题在于是说 如果把一个操作 变成自动化的 那么我们就要 我们就要看看 这些操作 有些是可以 进化的 其实不可以 其中对于 Massive 来说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在 8.0之前的版本的时候 你Auto一个表 如果一个表 特别大的时候 那你需要Long Turbo 当然 刚才 苏敏讲了 我们到8.0之后 可能可以 不能够扫扫扫扫扫扫扫 但是可能某些情况下 还需要 有些情况下 还是需要 或者是 你就是需要它 那把整个表 今天当时就换下 因此这种情况 那在传统的做法 来什么呢 我们会使用一些 开眼设计器用的东西 比方说 PG, R&S, 这样的问题 其实还有呢 Bilithub自己提出的 那个 Gisthost 还有 其实我 我们自己也写了一些 基于 Blog的 Blog 人为的 一些 一个工具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是说 我们在这个 以上的系统中 会 把这样的工具 集成进去 你不需要 去考虑 我调用这个 PG, R&S, 我要输入什么 参与 或者我要去把什么 因为大家实陆的都知道 单单这一条工具 其实已经很复杂了 产品要实际上 其实不正常 其实不是那么清楚的 而且 对于它的一些 比方说中断 它的操作的进度 它的回滚 这样的一些操作 其实也很复杂 OK 我们会把 在影像中 把这个工具 直接打包 放进去 作为一个功能点 放进去 为什么要做它呢 因为 把它分进去 是要解决我们自动化 自动化操作的时候 中断性的问题 我们不希望 这个 比如人工干预的自动化操作 突然某个 autotope 砍那儿了 对不对 然后无法影响业务了 那我们只好把它换进去 这样能够实现 能够实现 你能够实现 你的表格之后 你还是在 业面上的处标 然后它的业务没有影响 它会不断地告诉你 进度 改了进度 改了解骨 然后实现你的 真正的 进化操作 这其中 比方说 还有一个 比方说 我们也可以 通过一条命令 来终止 来终止 这个任务 OK 刚才那些 一个比较特殊的点 因为整个 中断性的体型 最内部 是比较关键的 其他的其实 对中断性的操作 不太多 我们把它左右推一下 这个图呢 有点复杂 它主要讲到 整个的执行流程 其实描述起来 可以很简单的描述 是这样 我们有一条 需要选择的时候 我们可以 发到 我们这个 你三分手里面 然后呢 它会去判断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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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开始选择 如果你要开始了 就是这个 你要开始了 OK 它去练习 去判断 进行一堆判断 你法的有益的 还有我们自定义 写的规则的 判断之后 然后得到一个结论 能否选择通过 假设 没通过 它会反过去 你自动的去 自动反过去 你说你要修改一下 然后曾经来选择 假设通过了 它会给你反过 一个选择的结果 告诉你 告诉你 因为你可能提交的是 一组 这些 就是 一个 组织 他会告诉你 每一个的选择结果 突破的那时候 结果又分为正确的 就是Wonder Eyra 对不对 Eyra的时候 是不同作 Wonder时候 把它放在 突破的里面 但结果就会显示 说 这条是Wonder 譬如說你一條,他們現在一萬條,他會汪靜一下,說你要更新一萬條啊,你要考一考,是不是有問題 當然你要更新一百萬的時候,他可能會負責一包個Arrow的時候,你不能更新一百萬,他就太多了 但是這個更新是一百萬還是一萬,這個Number,我們可以在Variable裡面設定,設定更新多少它是Arrow還是多 這樣的話你就得清楚去負責它 那麼,完全審核之後呢,再往下流行,就可以去執行,就可以去執行這樣 然後,執行完,真正的發到線路線的執行,然後執行完之後,它可以一種對分,它可以一種規模,它可以一種過去的 OK,執行又很簡單,然後通過後台程序,自動的發出一句,到我們後台的DB裡去執行 那麼,執行完之後,剛才我提到話說,我們做了兩個額外的功能,其實這個在整個社區裡面沒有一個很沉稀的規矩 我們把它實驗在裡面,它可以備份,它可以把你剛才所修改過的數據先備份出來,以便你有後悔的機會 那麼,備份是怎麼做的呢?這裡你畫了一個簡單的圖 大致的功能點是這樣的,我們在去執行某條,我們在執行某條文化的語句的時候 我們先找到我的這個session,這個session的時候的blog的點,然後呢,開始執行 執行了之後呢,真正完結束,我會找到另外一個blog的點,然後呢,我會把這個,另外一個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他們備份的,類似叫blog的語句,都會記錄到冰漏的時候 我把它開始成入口門的冰漏的時候,這樣的話,我會從冰漏的時候把數據拿出來 然後轉成數據,或者轉成功能語句,然後存在我的那個備份服務器裡面 以便我們接下來,真正要退回的時候,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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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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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集中式的存儲,可以說,我這個備份是原來P的那個host的整個庫 然後呢,我把這個配的配方放在這兒,也可以,你可以,最開始的等會有一個圖,我已經介紹了 就是它可以備份的組織去吧,然後呢,備份的信息有這麼多,關在我介紹 我們主要的是,主要的是這個,提到我的強調位置的意見,因為我們是從這兒去的 當然還有一個,很有精巧的細節啊,有可能有人會問 誒,不好意思,我的Marsicle,設置的Vlog,是Citement的格式的 你從這裡面,你可能拿不出那個所有的數據,因為它不是Row的,我說沒關係 那個Vlog的格式可以Essession你自己來設定 你用你的Citement繼續用,沒問題 但是,在我這條關心的時候,我可以臨時才能發的Essession是Row 然後設定完之後,我挖一數據起來回來,我再設定回去 它不會影響別人賽事,這樣才能保證數據完成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合格序號 合格序號是多什麼用的呢? 合格序號,明天下方都會講 這個問題,這個其實我剛才已經說過了,各種的反拼 對於航空模式或者模式的處理,怎麼去盛行避道 剛剛我已經說得很簡單 另外還有一點,是對於DDR 大家知道第一點,如果你是Trump,或者Drop 實際上它這些數據就直接就沒了,拿不到便當便當便當 所以,在這個程度,我們只能說 我們說把你的原則比較結構成的部分 但是數據,不好意思,你抓不透過的時候 本天沒有地方去找數據了,所以沒有別人 這個就特別重要 這是一個層組結構,剛才已經說到了 需要合格序號,需要我們層組 這個層組的時候,我們可以這樣 就是,這邊是線上的數據庫的集群 不管你有幾個,不管你有多種秒 我們執行完之後呢,都可以放在這個 我們這個備份服務器中 那備份服務器,你可以放多個就可以換幾個 你可以存在各種不同的類型都可以 然後它的層組結構就是這樣的 我會通過H,號層,號層,一P 這種形式,直接命運到 它像一個路由一樣,命運到 我到底是存在每個上面的 每個過程上的那個表 就是每個實際上的那個表 然後對我們有過程清晰的 信息再反過來,這樣一個過程 它的層組結構其實很簡單 然後,因為之前的時候 我們還是繼續把這種5.6的 5.6的排法 所以,在路外的實際上沒有用Path 但是實際上,在8.0對Jason支持很好的情況 其實我一定是Jason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數量的成績結構 我們原來沒辦法的時候 用Path來自己來解析 那有了Jason 而且Jason支持很好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用Path來 我們也可以用Jason來做 剛才提到一個事情 叫河滾序號 我們就講 然後這裡就聽得到 叫河滾序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河滾 其實需要一個序的 我們最同一個表 執行了一條一句 如果沒有任何其他干擾的情況下 我們直接跟我們一樣就行了 但如果我們連續執行五條這個一句的時候 假設需要回滾 那大家就知道 我們肯定是從 最後執行那個到處的第一條 然後走到第四條 它走到第三條 再走到第二條 這樣來的 因為數據庫是一個有狀態的 如果你的順序不對 就導致你的數據錯了 所以我們用Jason來標明 我對這個狀態的操作 是適合很有序的 然後你幾倍再合作的時候 還要去墜起來 對 如果有信號 這裡就比較清晰的 看到我們有這麼多多文句 但是就讓序號來著 剛才說的 你剛才說的就是整個 你塞本的一個 一個想法 一個實現 一個實現 但那個 在開眼鏡 我們也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呢 我們後來又做了 八階級的 就是殘屬 它是一個 你塞本的全新實現 可以更好地去 去 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去 守住 或者可以幫我們更好地去 保護我們的守住 這裡面呢 就是實現的一些 一些功能呢 有些是 有些是品牌不成 還有一些 有些認為是 企業版的 等等 它所有的爆發領 重要的點是說 我們會把它 做為一個 趴個印 做一個趴個印 然後放在 放在 馬西克的作果中 當然這個作果 其實不是你 線上的作果 而是你 裝一個空在的馬西克 然後同時放到 趴個印 這樣的話 你的錯誤就很簡單了 因為 使管這個人 都會安藏出不住 然後你一騷牌 一騷牌 一騷牌 它裡面含了什麼功能呢 就含了剛才 我所說的 糾合的功能 同時呢 同時呢 請問你 比較漂亮的 比較方便的 外國 外國有什麼功能 這種人員 業績 有什麼功能 用單的提交 空單的展示 空單的審核 運行 特務處理 統計報告 分析分析 就是這樣 這可以完全 因為它是一個 整個 系統化的一個 一個 一個 真正的 自動化的系統 幫你實現 除了 整個周外的 還有其他各種 各種化學校的 維護 其間內部 制度 行為的一些 一些 所有的約束 接下來讓我 可以掌握一下 實現的一些 這些頁面 大家都可以自己 去實現 這個頁面 也是代表 我們 寫insipment 就是派遣工具的人 對insipment的理解 怎麼更好 去屬於它 我覺得要 要發揮它的 重要的功能 也這麼來實現 你可以認為 這是一個例子 然後你可以自己 去實現 我們可以去 供應 一個工作流 針對每個企業的 一個部門 比如部門 定一個不成功的工作流 比如說我另一個部門 部門A 我對所有的注意控 可能只需要 一個技術人員 選擇之後 就可以操作了 但部門B 它就能夠採用部門 它就需要說 你對速度的操作 除了技術人員以外 還需要領導 還需要某某內審人員 去審計 OK 你可以 把人員定進去 然後定制 工作流 讓他們分級去存現 只要配合完之後 他們可能會 接到 你沒有 什麼訊息 或者通知 說你有任務 你有工單要做 有人提交 需求了 你就選擇了 這樣的工作 這些都肯定 對於政治化的工作流 而這兒就是說 我們可以定制 部門人員 然後把部門人員 封進了各個角色 或者各個權限 在裡面 他們更好地去選擇 去自身漏場 這些都是外部 雖然跟部門人 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想 很好的去說明三個話 我們需要理解 我們需要這麼做 能做得更好 當然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一個 我們可以把它實現成 我所有的提交請求 都在外部上理解 然後不需要 不需要再敲明明 當然 當然這就是一個簡單的 一個例子 你可以認為 我們的IP專項 你可以自動的去複蟬 然後下拉 等等 它可以跟某些人員保定 我這個人 就是平時操作某些就夠了 我一進來 中國人就是這個最IP 對不對 就把我們一些想說 調進去 還可以上一張文件 然後做一些工作 然後呢 就把 剛才省合了一些 結果記憶 然後從外部改成出來 可以檢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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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應該可能我給了一個 剛才可能說那個 數據結構 或者說那個 說得太清晰 這兒也有了 這兒也有了 比方說 Wonning 這個 這條文件 就檢查的不會去 不是 也是正確 但是 是Wonning Wonning的原因呢 Wonning的原因呢 大家可以檢查一下 然後你去 去對哪個 這個一定的光景呢 在那裡也有 然後那個可能就是 你定義搞的時候 這個 沒有Default的值 沒有Default的值 沒有Default的Wallet 你就報個光景出來 說我們所有的建設的時候 最好對每個字段 對一個Default的值 這樣的話 以後 也被我們寫入數據 你也有什麼沒Default的 沒Default的那個字段 也能插進去 那OK 那還有下面 AERROR 這個A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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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剛才我說的 UP列特一個 一個可能欠用评分數 UP列特就是DB Site Uler Uler這個字段 等級A AND 這個Mu字段 等級B AND 但實際上應該是 做好 假設你AND的話 它會變成 再這個字段 後面那一堆 作個邏輯的答案 然後算成為0和1 你是这样的,这是没有错误的,这是可以在手中执行的,但是它是不对的,所以这样的事情可以把它拿出来,这是一个公单的流程,就是一个执行的信息的一些,包括对于OSC的一些嵌入式的,对嵌入式的通话执行。 同时呢,比方说,我们说OSC,OSC其实有几种逼选的,一种是PT的,广泊纳的都有分配,还有呢,我自己其实内部也实验一个类似的兵们,它的好处是少了广泊纳的那六根出发器的表锁,我不知道,什么人都知道,好像这个是需要先出发器就有锁的,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操续就不太方便。 那还有,你也可以说,我没关系,我这个就是可以直接改,或者我已经用了8.0了,我对8.0的这个改表就是可以透明改表,没有任何锁,那你可以直接选择奥太方烂,然后这样的话就不掉往那些东西了,这都可以选一样的。 这是回馆的信息,这是回馆的信息,然后我们可以需要回馆的时候可以拿出这样一个,这个回馆的命运出来,然后只要对它去做什么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说,我们对于书记库的审计,那么就需要有报表,我们可以统计,可以审计什么呢,可以统计某个入门。 对于书记库的操作有什么,你的多量是什么,某些人审核多少,执行了多少。 那同时呢,其实还有书记库的,针对到某一个更改,到底是谁做的,什么时间做的,谁是什么系的。 类似于这样的,可能一些企业的领导们比较喜欢,因为他们追查溯源,发现我们的数据都到底谁改过。 对,类似于这样的。 那理想的情况下,假设我们的权限全部都集中在这儿,也不让大家去误传在更多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所有的照片中都可以某人某人可学的。 这样它对于一个企业的实力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这是一些语言法,然后我基本上都说过了。 OK,接下来呢,就是还有一张图,还有一张图是说,假设您用的是RAWD,不管是AURCO的还是其他的RAWD, 那么在RAWD的情况下,其实可以把它做。 它是SERVER,它是SERVIC,就是在RAWD端,然后呢,通过我们的,通过我们远程中的RGB,然后实现一个对于预约舒服式的审核,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照样的大部分的工作人员,包括AURCO和在内,目前情况下应该是没有提供这样的工具的。 但是呢,其实我们这个开业项目的KRWD已经做了很久了。 大家可以按照我的一个思路,然后实现一个这样的机制。 当然就可以使用我们旅游客的团品了。 然后实现这样,不管你是云的,还是非云的,其实都可以使用它,保护你们的那些工具。 OK,我今天的这个非常大的时间,希望各位有没有问题。 好的,那没有问题,要不要建议这样。 好,谢谢。 好,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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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